好 翻过来我们看一下第15章 合同的变更和移转 来了 这里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不用看讲义 请听 我们先回顾一下前面的体系架构 对合同变通则 首先是合同定律 合同定律之后要涉及到合同的 旅行 然后在合同旅行过程中 因为再误人的原因损害 再权人的债权 债权人有保全的权能 保全的权能有两个制度 第一个叫代位权 第二个叫撤销权 对吧 好 那么合同保全我们讲完 那讲完之后再听 还是在合同旅行过程中 因为双方协商把内容给变更了 告诉我可不可以 可以 我跟你签订一个10吨的普洱茶买卖合同 双方协商变成3吨 告诉我可不可以 可以 对吧 协商把内容给变更 或者是把主体给转让了 可不可以 可以 因此涉及到我们的第六月十五章 叫合同的变更和转移 那合同的变更我们认为是狭义的变更 那是内容的变更 合同的转移 那是主体的转移 OK 好 我们先看合同的变更 不用看讲义 我给大家讲一个可考性的考点 就一个啊 合同变更就一个考点 请听 我跟云南的茶叶商签订一个10吨的普洱茶的买卖合同 OK 10吨 那么接下来呢 请听了 这个时候呢 因为到期了 这个茶商没有把茶叶交给我 OK 约定三月一号交货 他没有交 他没有交的话 他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说 他说 说哥 我这个茶叶交不了了 10吨没办法 我现在只能交8吨 要不就交8吨就算了 我说根据合同约定 你应该交给我多少 10吨 你怎么只能够交8吨呢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协商来协商去 我就知道他应该是交不了了 对吧 我说行吧 那你就交8吨吧 好 因此我们双方协商变更 变更成8吨 告诉我 可不可以啊 可以 如果要变更 必须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 单方变更行不行 不行啊 双方意思表示一致 那说就是8 就是什么 交8吨 好了 交8吨 他就把8吨茶叶交给我的 对不对 OK 好 请听啊 因为他应该在3月1号交货 但是呢 他没有在3月1号交货 他在5月1号把8吨交给我的 对吧 OK 现在请问 我已经同意变更了 我已经同意变更了 请问一下 我还能不能要求他承担 持人旅行的违约责任 那本来应该3月1号交给我 他现在5月1号才交 他持人旅行了 我同意变更 并不代表我同意他 什么 并不代表我放弃那个 违约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你告诉我 他持人旅行没有 持人旅行了 所以这个时候请问一下 违约责任 赔不赔 赔 虽然我同意变更了 并不代表我放弃了违约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明白没有 因此协商同意变更 如果有违约行为的 仍然要承担违约责任 能理解了吧 OK 好 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我们把这个画一下 210页 210页 就是第一段的最后那里 第一段的最后那里 好 合同的变更不影响当神要求赔偿的权利 原则上提出变更的一方当神 对对方当神因合同变更所受的损失 应当负赔偿责任 OK 那考试基本上就考就考点 其他没啥好考了 那就是合同变更 那合同变更掌握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看合同转移 合同转移又叫合同转让 那是主体的变更 OK 有三大合同的转让的规则 第一个叫债权让语 第二个叫债务承担 第三个叫债权招务的概括移转 好 那么在讲具体的考点之前 我要先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三个制度的区别 不用看讲义 看这里 请听了 现在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 如果贾和乙之间签订一个买卖合同 贾作为出卖人 他有交货的义务 对吧 乙作为买售人 他有给钱的义务 好 来了 诸位 在这个买卖合同当中 请听 第一个考点 注意债权转让 债权转让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出卖人夹 把收钱的权利转让给饼 这叫债权转让 债权转让 记住 仅仅是权利的义务 义务没有义务 债权转让 仅仅是权利的义务 义务没有义务 夹把收钱的权利转让给饼 告诉我 饼有没有收钱的权利 有没有 有 但是饼有没有交货的义务 没有 记住 债权转让 仅仅是什么 权利的义务 义务没有义务 所以 假把收钱的权利 转让给饼的话 饼有收钱的权利 但是没有交货的义务 再听 如果假把自己 交货的义务 义务 义务给丁 那丁就有交货的义务 但是丁有没有 收钱的权利 没有 债务承担 仅仅是 义务的义务 义务 义务没有 义务 明白没有 好 再听 如果假把自己 在合同中的 交货的义务 跟收钱的权利 一并转移给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才是属于 债权债务的概括义转 债权债务的概括义转 是将权利和义务 一并移转给第三人 这才叫 债权债务的概括义转 明白没有 所以在这里的话 这三个制度是不一样的 我再说一遍 债权转让 仅仅是什么 权利的义转 债务承担 仅仅是 义务的义转 只有债权债务的概括义转 才是将权利和义务 一并移转给第三人 懂得没有 好 所以这三个制度 你要从宏观的角度 去理解它 理解它之后 我们再一个个微观的 去进行细化 好 我们先看 关于55奖债权转让 那么对于债权转让 在实践生活当中 是非常多的 所以现在我们通过一个案例 来给大家理解一下 它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 基本上我们现在开始讲民法的制度 任何一个制度 你都要掌握它的构成要件 加上它的法律后果 就那么简单 就构成要件 加上法律后果 好 请听了 比如说 现在 我现银行借钱 这个1000万 我杨硕是 账务人 银行是 债权人 对吧 然后呢 银行作为债权人 他把这1000万的债权 转让给一家公司 叫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听过这家公司吗 中国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分别是华融 东方 信达 长城 OK 前一段时间 爆出来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亏了多少 亏了几百个亿 对吧 在去年还是前年 应该是前年 他的董事长 叫小明赖先生 知道吧 被查了 对吧 OK 贪的是多少钱 论千亿来算的 什么玩意 OK 居然还查出来 有一百个情妇 然后呢 还安排在同一个小区 我通过各种新闻的细节 来发现 这个小区 就在我家旁边 那早知道 我天天去那个小区了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啊 如果现在银行 对我阳朔 有一千万的债权 银行是债权人 我阳朔是交务人 那现在银行 三月一号 把这个债权 转让给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签订一个 债权转让合同 三月三号呢 银行就通知 赵卫仁阳朔 跟赵卫仁阳朔说 这个债权 我已经转让给 华融公司了 OK 就是三月三号 现在我要问的是 请问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在什么时候 取得银行的 这一千万的债权 什么时候 三月一号 还是三月三号 三月一号 签订债权转让的合同 三月三号通知 赵卫仁阳朔 对吧 那你告诉我 诸位请问一下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在什么时候 取得这一千万的债权 三月一号 合同一生效 债权就转让了 就是银行和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签订债权转让的合同 合同一生效 这个债权就已经 转让了 然后 请听啊 然后呢 通知债务人阳朔 对债务人发生 效率 如果没有通知我的话 对于我而言 我的债权人还是谁 银行 因此我把钱还给银行 但是通知了债务人之后呢 我就不能把钱还给银行了 我就要还给新的债权人 华融公司 明白没有 好 这是关于债权转让 那就搞定 我们看一下 它的构成要件 210页 债权转让的构成要件 有以下这几大构成要件 第一个 存在着有效的债权 这是第一个构成要件 银行对我有一千万的债权 这是有效的债权 那第二个 债权具有可转让性 这个债权具有可转让性 对吧 好 没有不得转让的情形 OK 这是第二个构成要件 第三个构成要件 转让人和受让人 达成债权转让的合议 那就是债权转让 看一下211页的 这个表格里面的第一句话 债权转让合议一生效 就发生债权转让的后果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银行和华融资产官的公司 在3月1号签订债权转让合同 合同一生效 请问一下 华融公司取得这个债权没有 取得了 对吧 合同一生效 债权就已经转让了 那么债权人转让 债权没有通知 债务人对债务人不发生效率 也就是说 要通知债务人 才对债务人发生效率 如果没有通知我阳塑 我阳塑向谁还钱 银行 通知了债务人阳塑 阳塑向谁还钱 新的债权人 华融公司还钱 明白没有 好 这是关于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 债权转让的通知 不得撤销 但是经受让人 同意的除外 对吧 一般情况下 不得撤销 好 这是关于债权转让的构成要件 很简单 你就掌握这三大构成要件 就行了 那么解决之后 重点来了 这是今天下午的重点之一 关于债权转让的法律后果 债权转让的法律后果的话 有对内效率和对外效率的问题 很多同学一下子就没有 没有理解 什么叫对内 什么叫对外 看错 什么叫对内 请听 银行把一千万的债权 转让给华融公司 银行跟华融公司签订 债权转让合同 在银行和华融公司之间的效率 就叫对内效率 通知债务人 阳塑对债务人发生的效率 就叫对外效率 明白没有 好 我们先看对内效率 那对内效率的话 就是关于法律地位的取代 就是可能是全部转让 也可能是部分转让 对吧 比如说银行把这一千万 全部转让给华融公司 或者是把八百万转让给华融公司 都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考点来了 就是从权利随之以转 OK 不用看讲义 看这里 我们给大家理解一下 这个考点是这样子的 请听 比如说 我现银行借钱借个一千万 用一个案子来解决它 我现银行借钱借个一千万 银行是债权人 我是账务人 那这个时候银行就说了 硕哥 凭什么我会把钱借给你 那他当然会要求我提供什么 担保 所以银行要求我提供担保 我说行没问题 我那有一套房子 我用我的房子给你设立一个抵押权 行不行 那银行说行啊 对吧 他经过评估发现 我的房子现在市场价才三百万 那这个时候我用我的房子 给银行设立一个抵押权 才三百万 你觉得银行会借我一千万吗 不会 因此银行又说 不够哦 对吧 我说没问题 我再找一个人 对吧 因此呢 我就找到了马化成 马化成用他的一幅画 给银行设立一个智权 哎 马化成把这幅画交给银行 智权就设立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这幅画假设市场价五百万 够了没有 还没够啊 一个是三百万 一个五百万 那这个时候 你觉得银行会借我一千万吗 不会对吧 我说啊 银行放心吧 我再找一个人提供当保 这个人叫马云 马云提供保证 马云提供保证 马云跟银行签订保证合同 对吧 好 来了 诸位请听啊 我现银行借多少钱 一千万 然后用我的房子 给银行设立一个 马化成用他的画 给银行设立一个 马云提供保证 因此同一个债 有多少个当保 三个当保 对吧 就当保这一千万的债 好 来了 考点请听 如果现在银行呢 在三月以后 把这一千万的债权 转让给华融公司 这叫债权转让 合同于生少 请问 债权转让没有 合同于生少 债权已经转让了 因此华融公司 取得这一千万的债权没有 取得了 OK 现在华融公司 就是这一千万的债权人 对吧 好 来了 华融公司是这一千万的债权人 我现在问的是 请问 华融公司这位新的债权人 他取得对阳塑的房屋的 抵押权没有 取得对马化腾这幅画的 治权没有 取得对马云的保证债权没有 好 来了 看这里 请问 这个抵押权 不动产抵押权要登记 对吧 告诉我 诸位 登记的抵押权人 现在登记在谁的名下 登记在银行名下 对吧 我用我的房子 给银行设立抵押权呢 登记在银行的名下 那你告诉我诸位 请问一下 华融公司现在是新的债权人 但是没有登记到 华融公司的名下 请问一下 华融公司取得我的 房屋的抵押权没有 取得了 主权利益转样 从权利 随之转样 不管有没有进行 一种登记 再听 这幅画是不是 仍然由银行控制的 是不是 是 所以请问 华融公司取得这个 对马化腾的话的 治权没有 取得没有 取得了 因为债权转让 从权利随之转让 再听 请问一下 华融公司取得 对马云的保证 债权没有 也取得了 但是一定要记住 债权已转让 担保随之已转 但是要干嘛 通知担保人 才对担保人发生效率 简单来说 就是要通知谁 通知马云 通知马化腾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对这个担保人 才发生效率 能理解没有 好 我们看一下这几句话 211页单 这几句话 从权利移转的 第一句话 基于担保物权的 不可分析 债权部分转让 抵押权治权 仍然同时 担保已经转让 部分的债权和 没有转让部分的债权 好 再翻过来 看一下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 收容人取得从权利 不因为该从权利 没有办理 移转登记手续 就是针对抵押权 对吧 虽然没有办理 抵押权的 移转登记手续 但是新的债权人 已经取得抵押权 或者是没有移转 占有而受到影响 没有移转 占有针对的是 赤权 因此 债权已转让 那么这个时候 新的债权人 华融公司 已经取得了 房屋的抵押权 也取得了这幅画的 赤权 那么第三 债权人转让 全部或部分债权 没有通知保证人 对保证人 不发生效率 所以这个时候 要通知谁 马云 才对马云发生效率 理解了吧 那接下来再看 保证人和债权人 约定禁止债权转让 这个时候 马云很聪明 马云 当时提供保证的时候 马云就跟银行约定 他说银行 如果你是债权人 我就提供保证 如果将来 你不是债权人了 我就不再承担保证责 然后接下来 银行不听话 还是把1000万的债权 转让给了 新的债权人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那你告诉我 没有经过马云的书面同意 请问 马云还需要承担责任吗 不需要了 明白没有 所以要注意一下这句话 保证人马云跟债权人银行 约定禁止债权转让 那么债权人银行 没有经过保证人马云的书面同意 转让债权的 那保证人对受让人就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人懂了吧 好 这是关于第四点 第五点 主债权被分割 或者是部分转让 可债权人主张 就其享有的债权 份额行使 担保物权的 当然支持 对吧 那就按照份额来行使就行 好 这是关于我们的第二个考点 这一点你加一个重点符号 这里可考性是非常大的 你这么记就行了 因为担保属于重权力 所以主权力以转让 重权力随之转让 不管有没有进行变更登记 有没有进行移转占有 只要债权转让 那么担保随之移转 当然要通知担保人 比如说要通知马云 要通知马化腾 你想没有 好 才对他发生效力 OK 那么第三句话 让云人的重启付义务 什么意思呢 让云人应当将债权证明的文件交给受让人 简单来说就是银行把这个债权转让给华融公司 那银行当然要把这些借款合同 抵押合同 质押合同 还有保证合同 新的债权人对吧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第四 让人付权力瑕疵担保责任 你先把这个话出来 什么情况下这个银行作为债权转让人付权力瑕疵担保责任呢 我待会再给你们进行理解 好 我们这是关于对内效力 那就解决了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对外效力 对外效力是怎么回事呢 看这里银行把一千万的债权转让给了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那么银行跟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关系 这叫对内效力 通知债务人延塑 那是对债务人发生效力 这叫对外效力 对吧 好 如果他没有通知我延塑 我就向银行还钱 通知了我 我就向新的债权人还钱 对吧 好 这是关于 第一句话 债务人向受让人履行债务 通知了债务人 我就向新的债权人还债 那第二句话 看变权的形式 接住 债务人对让语人的看变 可以向受让人主张 就这句话 不用看讲义 这一点你可以不用理解它 不用管它 你就记住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你就能够理解了 看这里 不用看讲义 请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所规定的债权转让 我刚才举过例子了 对吧 请问债权转让 需要经过债务人的同意吗 银行把这一千万的债权转让给华融公司了 告诉我 债权转让需要经过债务人同意吗 不需要 因为你债务人还给谁都一样的 对吧 还给银行也一样 还给华融公司也一样 明白没有 好了 请听了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关于债权转让 剥夺了债务人的同意权 因为他不需要经过债务人同意吗 对吧 债权转让剥夺了债务人的同意权 因此就不得对债务人产生不利的影响 简单来说就是 如果我杨说是债务人 你银行把这个债权转让给了新的债权人了 这个时候你剥夺了债务人的同意权 因此你就不得对债务人产生不利的影响 所以债务人本来对债权人 就是我本来对银行享有的看变权 告诉我可不可以像新的债权主张 可不可以 可以 那债务人本来对银行享有的抵消权 可不可以像新的债权人主张 可以 明白没有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理论基础 我再说一句话 我再说一下这句话 债权转让剥夺了债务人的什么权 同意权 因此不得对债务人产生不利的影响 就是这样这个理论基础 好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看这里 请听 我欠银行的一千万诉讼失效过了 三年的诉讼失效过了 那么银行的要求我还钱 我当然可以主张什么 诉讼失效期间经过的 看变权 对吧 好 接下来请听 那银行就特别郁闷 银行把这个债权转给了华融自然官公司 银行把这个债权转给华融自然官公司 那么合同一生效 债权就转让 对吧 通知债务人对债务人发生 效率 华融公司取得这一千万的债权之后呢 然后呢 就过来要求我还钱 那过来要求我还钱的话 你告诉我 这个时候 我能不能对新的债权人主张 诉讼失效期间经过的看变权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本来对银行可以主张 我对新的债权人也可以主张 明白没有 好 所以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啊 看变权的行使 交人对让与人的看变 可以先受让人主张 懂了没有 这里的看变 包括同时旅行看变权 先旅行看变权 诉讼失效期间 经过的看变权 等等都可以主张 好 这是关于第二句话 那就理解了 那么有人说 老师不对啊 你这个例子有问题啊 银行对我阳塑的债权 都已经过了三年的 诉讼失效期间 银行把这个债权 再卖给华融公司 华融公司会买吗 你觉得他会不会买 当然会买啊 卖给华融公司 你觉得华融公司出多少钱 他会出一千万吗 当然不会嘛 对吧 华融公司说 行给你十万块钱 对吧 对吧 所以银行把这个债权 转让给了华融公司 那华融公司要求我还债的时候 你觉得我阳塑会不会主张 诉讼失效期间经过的看变权 会对吧 接下来华融公司说 那你主张就主张 我也不要请你还债 华融公司干了一件事 干什么事啊 他把这一千万的债权 又转让给了一个黑社会老大 这黑社会老大要求我还钱了 你觉得我会不会主张 诉讼失效期间经过的看变权 我当然主张 我可能主张 也可能不主张 对吧 大不了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对吧 这个时候要看情况了 明白没有 所以有些时候 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吧 好 这是关于看变权的形式 那再看一下第三 抵消权延续 好 来了 这是一个难点 这可以认为是今天下午最难的考点 什么叫抵消权延续 看这 如果现在债权人把债权给转让了 那把债权给转让的话 这个时候请听 因为债权转让剥夺了交务人的同意权 对吧 因此交务人本来对债权人享有的抵消权 可不可以先新的债权主张 可不可以 可以 没有任何问题 好 所以你看一下 抵消权延续 债权转让抵消权延续 我们看一下这个法条 重点 有下列情形之一 债务人可以先受让人主张抵消 两种情形之一 先看第一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 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 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 债务人对让语言享有债权 而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 或者是同时到期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先受让人主张抵消 这句话是怎么回事呢 看这里我们给大家理解一下 讲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这样子的 请听 不用看讲义 请听 如果现在假公司对我言说有100万的债权 假公司对我言说有100万的债权 假公司是债权人 我言说是债务人 对吧 我对假公司有80万的债权 本来我可以抵消多少 80万 我就还给假公司多少钱就行了 20万 但是假公司动作比较快 假公司居然在3月1号 把这100万的债权转让给了义公司 那假公司对我有100万的债权 对吧 他把这100万的债权转让给义公司 合同一生效 请问债权转让没有 转让了 合同一生效 债权就转让通知债务人 杨硕对债务人发生效率 现在义公司是新的债权人 对吧 义公司就过来跟我说 说哥该还钱了100万 我一听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 我说义公司 真的不好意思 现在是这样子的 我本来对假公司可以主张抵消多少 80万 因此我还给假公司多少钱就行了 20万就行了 债权转让 剥夺了债务人严肃的同一权 因此就不得对债务人产生不利的影响 明白没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本来可以抵消80万 我当然就对你义公司主张抵消多少 80万 我就还给你多少钱就行了 20万就行了 明白没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义公司一听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那我不比斗鹅还冤 我说你冤归冤 冤有头债有主 你的冤 你别找我 你找谁 你找假公司 假公司把这100万的债券卖给你 这个100万的债券有瑕疵 所以义公司可以要求假公司承担什么 权利瑕疵担保责任 明白没有 所以你就回到了对内效率的第四个效率 让与人假公司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你这个100万的权利有瑕疵 所以这个时候有义公司要去假公司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明白没有 好 这就是关于我们的抵消权延续的第一种情形 懂了吧 那么接下来看第二种情形 全务人的债券和转让的债券是基于同一合同关系产生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看这里我们来理解一下 这个考点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同一个合同 我跟假公司之间签订一个买卖合同 买卖合同 假公司要给我交一批货 我要给假公司100万的货款 那么针对这100万而言 假公司是什么人 财权人 假公司是财权人对吧 好了请听了 因为假公司要给我交货 明确约定三月以后交货 合同里面有个条款是这么说的 如果假公司持缘旅行主要货物 对吧 OK 要承担30%的违约金 好了 现在假公司就已经持延旅行了 他要承担30%的违约金 他要承担30%的违约金 那加起来就是30万 我要给假公司多少的货款 100万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请听了 假公司呢 他就干了一件事 假公司把这100万的债权转让给了乙公司 转让给了乙公司 合同一生肖债权是不是转让了 转让了 接下来通知赵卫人言说 对吧 乙公司就过来 要求我干嘛 给钱 给100万 这个时候我就跟乙公司说 乙公司真的不好意思 我要给你讲讲民法典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我本来对假公司可以抵消多少 30万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也可以对你抵消多少 30万 因此我就还给你多少钱就行了 70万就行了 明白没有 这个是我们这里所说的 债权转让 抵消权延续 两种情形 你记得没有 好 这是有一定难度的考点 那么最后费用负担 费用负担 因债权转让增加的费用 由让语人负担 那肯定 因为债权转让 剥夺了债务人的同意权 不得对债务人产生不利的 影响 这个费用 当然由让语人负担了 对吧 当年我们就考过一道题 这道题是这么说的 他说 贾对于有10万块钱的债权 那后来呢 贾可以两个人闹矛盾了 闹矛盾之后 贾就干了一件事 贾干了什么事呢 他居然把这10万块钱 分成10份转给10个人 可不可以 把10万块钱分成10份 转给10个人 债权转让 何东西生肖 债权转让没有 转让了 没有任何问题 通知交易人 让你去还债 对吧 你说行啊 我还啊 还给10个人 对吧 本来呢 以还给假的话 假设他的手续费是 100块 那现在还给10个人 手续费是1000块 多出来的900块钱 900块钱 谁成的 那当然是由债权人 让语人负担了 明明是没有 OK啊 就这个意思啊 好 这是关于债权转让的 对内效率和对外效率 我们就解决了 OK 那么债权的多重转让 你们自己看一下 就可以啊 就是司法解释草案的内容 好了 债权转让解决